高雄6日新增7482例本土个案 市长陈其迈说明 高雄县镇处于疫情高原期 自4月以来市府就已拟定 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及轻重症分流三大策略 积极让疫情缓升缓降 平缓曲线能有效维持医疗量能 像很多的诊所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些基层的医护人员 在昨天有很多都有继续持续的一个看诊 那总体的量当然礼拜六跟礼拜天 我们今天也大概下降了1000多位左右 那当然已经今天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诊所当然的量能跟医院的量能都会增加 所以我们的预期在今天 在明天公布的数字 当然会比今天还要稍微高一点 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希望的 就是说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、轻重症分流 这个三大原则一直都没有改变 高雄目前确诊居家照护比例约98% 专责病房空床率超过五成 快塞叛阳通报派案也多于基层诊所 落实轻重症分流 减轻地区医院医学中心负担 我们现在在诊所的轻重症的分流的比例 在诊所的部分大概高达98% 那一般来讲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所有的派案全部几乎现在都是由基层的诊所 跟我们的地区医院来负责 那在假日 也大概有65%以上都还是由诊所来负责 所以我们也大幅度的来减轻 我们在医学中心区医院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 23家的这个专责医院的医疗的一个分担 那这样轻重症分流才可以让我们的 现在的防疫的重点在医疗的战场的决战点上 我们能够有更多充足的医疗的资源 这也在解释说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持续的 维持大概有50%的控床数 那医疗的量能也逐步的在增加当中 这样让各级的医疗能够做好轻重症分流的工作 有关孩童多系统严正症候群 陈其迈再次提醒家长注意常见症状 在儿童及青少年确诊后6周内 若有持续发烧且出现腹泻 腹痛 呕吐等任意症状 请立即就医评估 省业冻